近日,澳大利亚与东亚国家联盟的特别峰会,在墨尔本成功举行,峰会聚集了9位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以及数百名外交官、学者和政府官员。 本次东盟峰会由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主持,是澳大利亚自2018年以来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外交会议。 3月5日,正在访问澳大利亚的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出席澳大利亚越南企业论坛,越南总理表示,越南与澳大利亚在建交50多年来,取得了重要发展成果,且在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 澳大利亚越南企业论坛前夕,越南工业和贸易部部长阮红颜,会见了对越南商业投资感兴趣的澳大利亚大型企业和投资者。 博满澳财金融集团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魏瑞浩受邀参加。 会议中,魏瑞浩与澳大利亚和越南政府和机构共同探讨了两国存在的投资机遇和投资方向。 魏瑞浩表示,新能源长期以来都是博满澳财重点关注的投资赛道。 当下,全球能源转型迫在眉睫,新能源资产深受澳洲政府和资本市场追捧。 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投资机会,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东南亚,乃至全球范围内,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机会。